今天想介紹如何改善駕駛姿勢 如果你學小提琴或教小提琴,最頭痛的問題是駕駛 這隻駕駛 通常駕駛駛會變直 駕駛反出來 駕駛駛的關節全是鬆軟 駕駛可以動 另外,手指尾放在上面,不要這樣升上去 手指要拱起骨,按在中間 我懂得拉,當然懂得怎樣 如果是不懂得拉的朋友,有甚麼工具可以幫助他 先講手指尾 手指尾有一個教法,就是給小孩子才算 他一定會這樣駕駛 或是沒有意識改的人,他一定會這樣駕駛 嘗試把手指尾放在下面,最底的地方 讓骨骨蓉起骨 當然要這樣放,要蓉起骨 這是取代位置,習慣後,把它放下來 這樣駕駛 即使是Wilding Masterclass的主持 你去一些Department Store或10元店 還有這些 這是甚麼呢? 像貼雞眼那些布 裡面有一個圈子 好像糖 這邊出來 然後貼在你的手指尾的最尾 手指尾的地方 它便有一個洞 你叫學員 或者把手指尾放在這個洞裡 當然要量度好位置 才可以貼到一個洞裡 不用拿走的,長期貼在這裡都可以 如果你習慣後,可以把它撕走 好嗎? 好嗎? 記住,關節全部要包在骨骨下面 最後要碰到洞裡 骨骨放在上面 如果不可以的話,就要放在外面 總之這個關節要共起 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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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